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介绍了KPI 介绍了平衡积分卡 也介绍了OKR 那我们好多学生在问 姚老师 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我是学过KPI的 但是KPI和OKR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了解 这里面我们专门有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只有你了解了 你才能很好的学习和运用 你可以区分使用 你也可以什么 整合使用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让你非常清晰的 一眼就看得清 这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好 姚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客户服务经理 他的这个OKR和他的KPI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的KPI是什么呢 我们举一个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就是客户满意度 这客户满意度 就是一个KPI指标 90% 大家也知道 这个是什么 指标值 那大部分时候 我们就是拿这个来什么 考核员工的 哎 你有没有做到客户满意度 做到90 我这个 这部分的权重 对不对 你就可以拿到 可能这部分的奖金 你也可以拿到 但是你做不到呢 我就扣你分 对不对 扣你钱 所以整体来讲 KPI是用来做什么的 考核用的 全世界KPI 都是作为一种考核工具 从80年代到现在 生存下来的 那我们的OKR呢 哎 我来这里讲一个OKR 这个OKR 不是单独的一个OKR 我会把KPI 把它转化成OKR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KPI是客户满意度 OKR 大家想一想 OKR是What 对不对 我想要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指标 转化成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就可以说 我要客户满意度 所以我会写一个O 本季度提升客户满意度 可以吗 这就成为你的一个O 成为你的一个什么目标 好 但是呢 KPI和OKR的区别在于 KPI你讲完指标 都就结束了 你填一下表就结束了 但是OKR你写完O 还只是开始 你跟领导说 报告领导 我要完成客户满意度 我要本季度 大力提升客户满意度 领导说咋做呀 你得汇报一下 你打算怎么做吧 好 所以在OKR里面 我们不仅要说 你想要什么 你还要告诉领导 你打算怎么做 好 在这里面 咱们就开始写KR 就是你要说什么 关键结果来支撑你O的实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学员 写的一个案例 KR1 客户问题解决时间 缩短到两天 原来是几天啊 四天 KR2 客户问题反应时间 缩短到四小时 原来呢 八小时 对不对 KR3 本季度招聘客户服务人员五名 哎呀 我现在人手不够 KR4 培训客户服务人员 培训 至少培训一次 提升他们的能力 好 所以从这个OKR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为了实现客户满意度 这位员工要做以下四个什么关键结果 如果这四个关键结果做得好 设计的好 那么他完成了客户满意度就什么 大大提升了 好 我现在问个问题 如果你是管理者 你的员工来跟你汇报一个KPI 或者他来跟你汇报一个OKR 你觉得你看哪个更放心 你看OKR更放心 因为看了OKR 你知道他在过程里面做了些什么 能够确保客户满意度的成功 所以OKR的特点 他更强调什么 他更强调过程 他更强调追踪 但是这两者之间 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有一个共同性是什么 他们都是smart 比如说指标是90 那我的OKR里面也是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很多的量化 这是共同点是smart 你看每一个KR里面都是有数字的 他要做到smart里的什么量化 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我们的OKR里面 不管O也好 KR也好 其实都是在蕴含着指标 因为大家想想指标哪里来的 指标就是原来你从工作里面提炼出来的 现在呢 现在我们反普归正了 说了你不用提炼了 你把整个事情说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的O里面有客户满意度 我们的KR里面都有指标 什么指标 客户问题解决时间是指标 客户问题反应时间是指标 招聘人头数是指标 培训小时数 培训次数都是指标 好 所以大家不用纠结OKR和KPI 他们本身有很多的什么 共性 所以如果你熟悉KPI的话 很好 你现在什么升级迭代了 你会学一个更好的什么OKR 所以这个我们从两个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他们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 写法上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什么共同点的 好 那接下来我来再整结一下整个OKR和KPI的一个区别 好 首先第一个在性质上KPI是在全球都是做什么 考核工具 OKR不是 我们再次强调OKR不是考核工具 那请问它是什么工具 它是目标管理工具 它是沟通工具 自我管理工具 我们在凡登读书会上 凡登说了一本书 是哪本书啊 OKR工作法 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工作方法 好吗 好 我们希望通过推工作方法 推工作思路的方式 在推OKR而不是考核工具 好 第二个什么时候用KPI比较好 KPI还是有它适用的场景的 比如说既见字的考核 是不是用KPI 比如说你的工作比较简单 好 可以用KPI来衡量的 那么OKR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OKR的运用场景了 好 复杂工作 创新工作 都是可以用OKR的 好 所以我们OKR里面强调一句话 这句话是彼得的鲁克老先生在50年前就说的 他说什么 我们要让员工知道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CEO 也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领导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告诉我们的知识性员工 我们应该学会自我管理 我们做自己的领导 你做这份工作 你就是最主要的什么管理者 好 那么既然是考核工具 KPI肯定是什么 跟什么挂钩 跟年终奖挂钩 或者跟加工资挂钩 所以整体来讲 它属于什么 物质激励 对不对 你说它是激励也好 它其实也是个大棒吧 你做的不好 我扣你钱 做的不好 不给你奖金 对不对 它其实跟物质挂钩 希望通过物质来什么 逼员工 那我们的OKR呢 OKR居然不跟考核挂钩 其实它就不是什么 我们不希望它跟薪酬挂太重 所以我们希望OKR更多的侧重在精神层面 驱动员工的内在 所以它是精神激励为主 当然姚老师不排测 我们加一些什么 加一些轻物质激励 比如说OKR完成的好 奖励跟总经理吃一顿饭 可以吗 也可以 OKR完成的好 奖励这个牙膏牙刷 都可以的 好 那么在表现形式上 KPI和OKR有什么区别呢 KPI它其实是什么 是保密的 我们一般什么输入系统 领导知道你知道 别人其实都不知道 好 那OKR就不一样了 OKR在整个公司是什么 透明的 就是人人看得见你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也强调的未来组织 未来组织我们是希望敏捷的 是希望什么 去中心化的 那人人都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分享信息的一个自由 了解别人的一个权利 这样子工作效率才能高 好 所以OKR我们要通过一些什么方法 在企业里面透明公开 好 那么KPI呢 它比较注重什么 比较注重结果 它其实比较忽略过程 好 应该注重过程的 它没有去注重 很多企业是这样 那OKR呢 我们既注重结果又注重过程 因为我们的PDCA里的这个D就是过程 C就是什么结果 所以它这两个都强调 那整个KPI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考核员工 那我们的OKR不是 我们的OKR是为了什么 为了帮助员工 让员工学会自我管理 让他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KPI在年初设的时候呢 到年底基本不太变化 所以它容易什么 僵化 但是OKR呢 OKR是什么 每个季度要设的 所以它每个季度都在什么 都在变化 甚至有些公司 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节奏比较快 它的OKR都是阅读的 每个季度目标都可以在变化 所以这也是它的灵活性 所以我们这样对比一下KPI和OKR 它们在性质上呀 在表现形式上呀 在运用上面都有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KPI和OKR对立起来 比如说在杨老师现在辅导的企业里面 有些企业它在集团是用KPI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创新中心 在研发中心 咱们实行什么OKR 这样子是不是在一个企业里面 它有两套制度并存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讲了OKR 有它适应的什么部门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对立起来 我们可以融合并用 然后呢 做一些结合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两个工具各有特点 各有功能 配合使用也是不错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配合做个比喻的话 OKR更像什么 更像指明灯 更像灯塔 更像方向盘 对不对 指南针 那么KPI呢 KPI更像仪表盘 更像秒表 更像秒表 所以它们两个配合 其实还是什么 不错的 这是我刚刚讲的 KPI和OKR的区别和联系 那大家要问了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其实在用平衡积分卡 那么相对呢 平衡积分卡又比较复杂 比较难全部推到员工身上 我们有些公司在企业的总部 在集团层面 或者在高管层面 我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平衡积分卡 所以接下来 要老师讲一讲 平衡积分卡和OKR之间 它们有什么关联性吗 其实平衡积分卡跟OKR之间 它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都是战略分解工具 对不对 平衡积分卡分解战略 OKR它也分解战略 但是呢 OKR的好处 它可以到人 它可以阶段性 平衡积分卡它比较完整 所以大家想一想 平衡积分卡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什么 一图战略地图 大家看到战略地图里不是有好多小圈圈 对不对 这些小圈圈 每一个小圈圈 其实就是一个欧 就是一个目标 所以它的战略地图等于我们的欧 但是我们的欧比较小 它的这个地图比较完整 好 那么战略地图完了以后 我们刚刚讲到三个意义 对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一卡积分卡 对不对 平衡积分卡 平衡积分卡的是KPI 那我们又说了 我们的KR里面是含了什么 含了KPI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也是能够等同起来的 我们刚刚讲到平衡积分卡 还有一表 对不对 叫行动计划表 那我们的关键结果KR里面 其实是行动啊 要做什么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这么讲 你用OKR的话 基本上把平衡积分卡的一些特点 什么表现出来了 如果比较容易的话 做个比喻就是 OKR是碎片化的平衡积分卡 我们把平衡积分卡 是吗 把它这个敏捷化 把它什么碎片化 碎片到每个季度 碎片到每个人头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 人人都有 季度OKR 如果我们每个公司 每个人都有OKR的话 大家想想 把每个人的OKR汇总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张平衡积分卡呢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你用了OKR 可以把平衡积分卡的一些优势也融进去 好 另外呢 平衡积分卡有四个维度 我们刚刚讲到了 对吧 财务维度 客户维度 内部运营和学习和成长 这四个维度跟OKR有关吗 当然可以用了 比如说你在设O的时候 你要考虑 我财务方面有什么O吗 目标吗 我客户方面有什么O啊 我内部运营我有什么O啊 我的学习和成长有什么O啊 所以你的目标也可以参考这四个维度 对不对 我的KR 我的关键结果 我也可以做四个维度去思考 所以我们觉得 平衡积分卡和OKR 也是可以什么互相融合的 我记得尋找到 我跟我们一起吃 我看你 我看你 有些余方 你 我看你